你先来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偏恩 还有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络节目 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大概在几年前 我曾经在台湾媒体关注教育基金会来担任负责人 当时我们发行了一部纪录片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片子 那个片子叫Carture Jam 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叫文化干扰 有人把它叫做文化繁独 这部片子里面在谈一些在美国的一些艺术家 或者是一些广告公司的这些工作者呢 他们或是甚至在大学院校的老师 艺术科系传播科系老师 他们对于所谓的美国社会里面越来越资本化 到处充满的广告 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疑虑的 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些所谓的破坏行动 这个破坏行动 例如说去把人家砍到广告看板上面加了几个字啊 或者是有一个行动艺术家叫比利慕斯 他就跑到这个迪士尼的专卖店 然后呢就把这个Micky把它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然后在现场就在开始进行着一个圣诞节的仪式跟活动 那这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有关于社会议题的介入 或是社会议题的这种关心 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艺术的本身是可以介入社会 介入到很多的这种关心里头 那最近你可能在台北的街头上面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 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摆设吧 或者是有一个空间叫做天龙房屋 这个天龙房屋其实是有一群朋友 他们对于台湾的高房价政策有一些疑虑 所以他们透过行动艺术的方式 来去表达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关心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 就是台科大工业工商设计系的副教授 同时也是这一次活动的策展的 李根寨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我是李根寨 李老师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天龙房屋这样的一个活动 到底是要是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它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那我想说其实就我所知道 其实台湾的主要是房屋公司的门市 它的数量其实已经逼近了小七 或者是所谓的超商的数量那样子 那其实代表说房屋公司 其实它的生意其实相对是非常蓬勃的 那同时其实高房价这件事情 或者是低收入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般台湾人民 他们都深有所感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果街头的这些房屋公司 它被转换成是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这些买不起房 或租房有一些状况有问题的 这些社会大众的一个心声的话 那对于在街头本来不预期去看到的 这个房屋公司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的话 我觉得那个冲突感可能会是有一些有趣的 然后让一般社会大众去了解到 不同温层的人他们所受到的 在社会上的一些状况的样子 这个天龙房屋是 这个是一个类似像我们看到 常常在路上会看到所谓的仲介公司的那个样貌 那里头贴的东西也是卖房子吗 还是它有其他的这些讯息在里头呢 它贴的内容贴的东西 一部分其实是我们从网络上征集来的 还有就是一些现实新闻里面的一些案例 不管说是买屋购屋 或者是租房的一些相对的一些纠纷的案例 然后透过有一些就是社会大众的投稿 那我们把它做成海报 然后把它张贴在就是门市的那个就是玻璃窗上面 还有陆陆续去把它放在就是展场空间里面那样子 我常常也是不只是我啦 可能包括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路边啊 在一些店面上面就会看到这访问 可能有买房子的需求 或想说去看看这些物件 有些其实还蛮漂亮的 想说有没有这些机会买得起 然后你看哇真的很贵 那我不晓得就是至少我们有觉得说很贵 然后失望的就离开 或者说我可能存一点钱去把它买下来 但是看你们这个天龙房屋 一样也在外面也有这些广告的看板 看的人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因为已经进行两周的时间了 然后其实陆续有些feedback 因为有些人真的以为那是房屋公司 然后想要去询问我们的固定的店长 有关小套房的相关的一个价钱等等之类的 那经过店长的说明之后 他才发现说原来其实店里面 当然其实它并不是真的一家房屋公司 然后里面陈设的这些海报上面 本来应该是那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一些很漂亮的物件 然后这个价格是多少 位置啊 采光啊 如何如何 结果发现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血泪的一个案例那样子 所以看的人其实有一些些的惊讶 对那其实这个冲突感其实就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也希望就是让这些这个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 去感受到这个问题在买屋跟租房的问题那样子 会有人留下来跟你们讨论吗 例如说哎你们干嘛骗我 或者说哦原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其实我们这本来其实就是我们在预期 包含其实在因为我们找的点其实就是在 在大安区中正区那边 对它其实就在大安区跟中正区的那个界边那样子 然后它又在捷运站路口处的边边 所以它其实地点其实是非常人潮啊或者是非常的相对会比较多 对那其实我们在顾店常常顾店的店长 因为我们都有派每天的一日店长 然后都有回报说那天其实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甚至那天一大早有个顾店店长去发现说门口的花瓶被砸碎了 被砸碎了 对对那被砸碎其实是是什么样的目的不知道 但是的确在前一天 前一天的就是脸书的草房的社团上面有一些争议 那因为有个委员他送一盆花 就那盆花 可是他把名字写错 对然后刚刚有一些 因为这又牵涉到就是当初在立法院的一些投票的一些问题 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可能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直觉联想到 也许其实是有一些民众对于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想法 而产生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确定 对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装所谓的sensor 就是监视器在上面 所以也无法去了解真的状况是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回应是你们觉得很感动的吗 或者是很惊讶的吗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相对于这样的阶层在整个社会里面 尤其是大概30岁到40岁的 就是他要成家立业 他要有买房的需求的这样的人 他们会直接写信告诉我们说 谢谢我们去帮他们发出的声音 对因为其实现在发声的管道 绝大多数都还是集中在脸书上面 对 可是脸书上面其实他也很容易变成是一个同温层的状态 因为也许透过大数据的关系 所以集合在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社团里面 往往他的声音也仅限于在这个社团里面的样子 当然这个应该才开始两三个礼拜 那这个两三礼拜能够看到的回响 其实是可能还是有限 所以这个展期大概会是多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的展期是从1月6号到2月5号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政府官员来回应你们吗 就是你们或者是你们会特别针对政府官员 或是立法委员去表达某种的诉求 或者去做拜访吗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有天空房屋的计划的时候 其实就有预期说这个空间里面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分享 或者是一个讲演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那时候找的包含其实是一些 比如说立法委员专家 就是房市的专家等等之类的 对相对于他们去支持 有一些法案上面的一些改革的这些专家来做分享之外 然后陆陆续续的其实在这两周也有一些立法委员或者是议员 透过所谓快闪的方式 然后来拜访天空房屋那样子 那这部分其实都我们有记录在脸书上 就是在我们的天空房屋的脸书 脸书上那样 虽然它不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强硬式的这种所谓的表达意见 或是一种倡议但是也引发了一些关心讨论 或者是甚至某种类型的好奇 当然也包括这个立法委员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透过这个方式 想要来支持你们的一些观念跟想法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看起来很有趣 但是去倡议这件事情的方式是很多 我不知道您本身是就是研究这个房屋 研究土地政策研究这些房价政策的吗 或者是说这么多的可以表达的方式 例如说叶树中校东路或是草运 他们也很多的这种方法 为什么你们要采取这种方式呢 其实我想说我先必须解释说 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房市的一个专家 或者是对于房市一些立法的一些相关议题 有很深入的研究 就我本身是家务社稷的老师 然后其实最早会去关注到房屋议题 其实是因为因为学校老师 他的导师都有一个责任 就是每一学期或每一年要去访试学生 在外面住宿的一些状况那样子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学生 其实去看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意识到就是说 因为我出国7年的时间到回台湾 然后我发现的确房价的问题 跟所谓的相对于那个所谓经济低性的问题 其实一直呈现在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个状况那样子 所以我一开始去关注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就觉得对设计科技学生来讲 他们如何去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 包含那个问题或者是在 不只是在表面的问题 还有背后的问题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我觉得是学设计学生 他们应该要去关注的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前几年在研修所的课程里面 也有请Aurus的执行长彭杨凯到我 搬上去做分享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他来做分享 让我 我反我也受益 因为在课堂上 我也听了他的演讲 然后对于所谓的居住争议 这个议题有比较多 跟深刻的认识那样子 然后那时候当下 其实也是有给学生一些作业 给学生作业就是希望他们 透过任何一种创业的行为 创业的方式 针对他挑的一个议题 不管说他对移工的议题也好 或者是像我们学校里面 有非常多所谓的 就是东南亚的学生 尤其是印尼来的 那我希望他们可以透过 他们对于 这些不同国家的人的一个关注 尤其他们在台湾的就学 或者相对于生活之间的议题 他能够去了解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设计 当作是一个媒介 去让社会大众对他们 就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才接续跟朝韵有后续的 一个合作那样子 所以你本身也不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也不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倡议者 是是是 那其实在2016年 其实你就做过一个大型的户外看板 叫做我想要有个家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其实是因为我20多年前 第一年教书的学生 他后来从事的是户外媒体看板出租的事业 然后其实户外媒体看板在空档的时候 就是没有客户的时候 通常其实就是 一般公司他们可能 户外媒体公司会输出一块帆布 上面写广告招租 电话号码等等之类的 那学生在找我聊的就觉得说 那个看板事实上 他觉得可以做一些东西 一开始他是跟我要我的 做的海报 对那为什么要那个海报 是因为他不想要看板上面空太久 让人家觉得那个看板租不出去 对 那所以我就跟他讲 就是说如果你跟我要这种海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不如做一些有趣的 或者是有趣的一些设计或创意 然后能够去 也许可以吸引他的客户 也许能够去反映整个社会 社会上的一些状况 对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来讲 我就想到说 其实在台北的户外媒体看板 可能有八成到九成 都是房地产的广告 那房地产广告 其实当然告诉你的 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有一个漂亮的家 然后进捷运等等之类的 这些美好的一些广告诉求那样子 那我就想到说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呢 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说 能够把这个媒体的发生权 转换给那些买不起房的人 然后让他们去抒发他们的心声 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一个计划 就是我先在脸书上去找了几个 网路上的朋友 就是应该是说不认识的朋友 然后我请他们书写几个 几个句子给我 对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我要透过真稿的方式 就是透过大众来参与这样的方式 让这整个project是大众参与 并不是只是变成 我当初所设想的是说 它不是只是少数人的一个发生的管道 我是希望透过是大众发生的管道 结果三个句子一放在开门上面的时候 就引起很大的回响 就是媒体的主动报道等等之类的 对 那我也其实 那时候 什么样的句子 比如说我早就放弃买房 指烦恼中午吃什么 或者是说有个广告公司创意总监 他说我月收7万 但是我也只买得起自己的塔位之类的 这种话那样子 好辛酸 对 那我觉得即便是管道公司 已经都是三十几岁 因为书写的这三个人都已经 大概35岁到40岁了 那即便他在台北竹 可能都超过10年 甚至15年的时间 可是可能对他来讲 他还是对于买房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距离在那样子 那引起很大回响这件事情 最主要是 其实他的确是很多人的心神 因为句子本身可能也简短有力 而且有共鸣 对有共鸣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回响 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很大的回响 大家自己会觉得很高兴 会觉得说 好像让这个社会的 这一个族群的人 买不起房的人 有了一个抒发心声的一个管道 可是我后来也发现说 好像也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不过我想这是一个触媒 这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讨论 因为社会其实 常常压抑很久 然后不知道管道什么 至少我们开启了一扇门 开启了一扇窗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讨论的机会 这才有这个进步的可能 那其实我跟李老师 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们其实是联友 然后我记得在跟李老师 成为联友的时候 李老师传了一些 国外的这些所谓的 还包括你自己设计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品 给我看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 艺术介入社会这件事情 在台北市律师好路的 这间天龙房屋 正是举摆开幕 不在上面 搭很多不动散的物件 不过不是太熟太粗 但里面到外面 搭出的每个物件 其实都是一般民众 买户税户的极大困境的故事 就说花八千块在台安区 做到一个顶部的秀房间 还是公司要五成 开门就是房间 所以要很千万顶顶 口水现在的极大困境 买卖跟秀屋上面的困境 那这些素材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 他们的投稿 台湾有这么多的空屋 跟渔屋的囤积 不拿出来出售 也不能出来出租 我们会来推动一个 税制的合理化 希望来解决空屋跟渔屋的问题 调文团体认为说 台湾主体的登基务 主行不投并 团榜插榜 随处欧市顶顶的问题 只会投过家的 买出中人的店面 收集民众随处 买出的真实状况 前对极大政绩政策部门 也还有四大利用立委库迁地 这个也在人面前的普通批评 想不到雷震博处 对法庆团 所在的鞋楼位 美工 四大家座 实在有够垃圾 也应去政议 苏北战对这些 真实性的公怀 法庆团感觉不透露 有来回事 肯定在一起也回应说 公共政策应该要回归理性讨论 而且公开邀请法庆团来对谈 让整理越变越变 政策的决定 尤其是很多能够执掌政策决定的人 真的要能够体会 艰苦人的疼 我真的很希望说 法次长能够来到我们天龙防务 来看一下说 说这些艰苦人的疼是如何疼 天龙防务靠小的官邦家 除了收集民众的心思 就是希望政府 正是台湾的基大协访 照文也表示 世界定了2点控修法完成了 阻政府还要实现 另外邦市改革两基地 包括靠团邦税 打结税处欧期 又是税处市政策面化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 今天在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台科大的工商设计系 其实我刚才知道 改名叫做设计系的副教授 李跟在李老师 李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刚刚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李老师有提到说 其实已经改名叫做设计系 以前叫做工商设计系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改名 可能有些基本的一些原逻辑 或是设系的目的 可能都还是会存在 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工商设计系 假设是工商设计 可是你刚刚谈到那种像天龙房屋 它就是一个伪工商 它就是一个要去讨论 社会议题的一种设计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从一个工商设计 会转型到一个叫设计系呢 OK 因为我们系是1997年成立 当时命名叫做工商业设计系 那主要分为两组 就是工业设计组跟商业设计组 那其实随着时间的一个发展 然后大家所有系上老师发现说 其实光是所谓的工业设计跟商业设计 并不能涵盖现在的设计教学 跟社会上对于设计的一个想象那样子 而且其实系上的每个老师 各有不同的相 不同的设计专业 比如说有老师专注在 所谓的绿色设计上面 然后有的老师专注在服务设计上面 然后甚至有的老师 他专注在脑坡的研究 脑坡的研究 对因为脑坡其实跟我们的眼睛 因为视觉传达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因为其实这些设计的一个 基本上它已经不是 只局限在所谓的产品 或者是视觉这样的领域里面 所以其实在两年多前 其实系上老师 就是大家讨论觉得说 对于改名这些事情 后来就是正式改名叫设计系 那设计系它的想象空间 它可以做的事情相对更多 对它不会针对只是为了商业服务 它只是为了工业 为了生产 为了产品服务那样子 它反而有更多 甚至设计师有某些 它不是职服务的概念 它有自主的意识 它对于表达事情上面 然后透过不同的每一届的一个设计 然后去让整个社会大众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 其实你也开了一门课 跟这个是有关 叫做设计与社会议题 你刚刚谈到邀请彭洋凯 这个草原的彭洋凯 也就是在这堂课里面 为什么会开这样的一门课呢 当然其实跟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在做学习设计 跟出社会工作之后 其实专注一点 其实都是对设计能够增进 商业服务这一点来进行那样子 然后其实也是发现 对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上面 设计师的介入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 然后往往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社会运动 往往其实就是在一些人的冲撞体制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1989年的 所谓的乌克国努运动等等之外的 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所谓这么强烈的倡议的题目之下 我们能够有一些有趣或者是相对 它有点润滑稽的方式 然后去引起整个社会大众的关注 所以在课堂上的时候 那时候就尝试开了这样的一个课题 就是透过邀请不同的社会倡议的这些 这些社会工作者 然后他到班上来做分享 不管说他是针对对费死议题的一个提倡 或者是对于所谓的居住正义的一个提倡 然后我希望他们到班上去分享 一则以来对于学生来讲 因为一般学生他没有办法想象 所谓的帮MGO团体工作是什么样的状态 包含他们的所谓的倡议的模式 或者是生存的方式等等之类的 其实学生通常他没有接触 他不会知道 对那我希望其实透过课堂里面 当作是一个媒介 甚至出了课题给学生 希望他们的设计 或者是他们去接触到这些 这些MGO团体之后 能够对社会上去从事这些倡议的人 他有更多的了解 不过对很多学设计的 或是学美学的学生 其实他可能会追求的是一种 纯粹的美学 纯粹的设计 对于社会议题 他未必是会有兴趣的 我不晓得你看这堂课的时候 同学的反应是什么 会觉得说我学设计 我就把它做的美美的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流派 现代感 我干嘛去关心这些社会议题 其实我觉得那个美不美 这个其实他比较偏在外表的 一个表面的形式 可是对设计来讲 其实我想对艺术也是一样 最重要的是那个内容 那个内容其实才是最重要 一个关键那样子 然后比如说以我的专业 其实我们专业叫商业设计 或者是在台湾称之为视觉传达设计 更早期我在念书的时候 是称为平面设计 那平面设计往往他关注的 就是表面的视觉的这个部分 然后美感的问题那样子 可是这个美感 他不是无端去生出来的 那个美感其实是内容才长出来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说 像有新生嘛 今天这个像长什么样子 是因为那个心是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学生在学习 视觉的表面的同时 他必须要去了解他的内在 甚至是用各种不同的学科 去充实他的内在 这个不同的学科 其实也许是艺术也好 也许是科学也好 也许是地理 也许是社会学 各方面其实都有 可是当然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比较关注在 所谓的社会学的这一关 虽然我当然不是一个 所谓的社会学专家 但是我更关注 其实让我的设计 跟这个土地 跟这个生活能够有更多的连接 当然我绝对不会是反商业 因为我自己也会在做 商业的 商业设计这一块那样子 可是我希望我的触角 能够在 在跟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 或者是在跟我不同阶层的人 我能够去关注他们 甚至透过 透过我的窗友 我的设计 能够给他们一些些的帮助 有一些连结 有一些对话 甚至有一些协助 那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做设计或是像我们自己在家 传媒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 而是他背后的知识 以及他的生活经验 都是非常非常作用 因为你的作品其实是反映的 您刚刚提到那个心 那个你的知识 就是你的经验到底有多丰富 你的阅读到底有多丰厚 他的作品上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戏院里面 也可以把这些作品放在博物馆 放在美术馆 不一定要介入社会 是 不过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探讨社会 设计这个问题上面 有更多不同的面向的讨论 因为比如说传统在教育里面 告诉学生就是 设计应该是怎么样 设计其实是一种沟通 或者是一种服务 然后艺术是一种自我表达 那其实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在我在纽约的学习经验里面 去发现说其实设计 其实它已经并不是传统认知的 那一种面向 它只是在于沟通 或者是只是在于服务的 这个阶段 它其实也是可以透过 它会跟艺术有时候会跟 靠边一点点 它不是全然的跟艺术是一个 一刀两切的一种状态那样子 那我当然其实从所谓的 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 当代艺术其实它的面向 已经是很难被归类在 只是某一个范畴里面 它其实往往也会借助 借助不同的领域 让这个当代艺术去更充实 那设计其实也会碰到 同样的问题 所以在国外的这种 所谓的艺术介入社会 或设计介入社会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 是 相对台湾而言 当然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在国外一些比较经典的个案 他们到底怎么 透过设计透过艺术 来让这个社会有一些 不同的对话沟通 甚至去改变 其实如果说是设计师 他们在透过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一个纽约朋友 他做了很多bubble bubble就是泡泡 就是对话空的泡泡 他去印了将近十万个泡泡 然后去 因为纽约有很多地铁的海报 或者是那个 就是在公车站的海报 然后或者是在墙面 壁面的海报 他把那个空白的bubble 就是把它粘在那个海报上面 就像说海报上面的人 也许是电影 电影里面有主角 那个海报上面有主角 然后讲出了一句对话空 那个对话空可以透过观众 就是经过的人录人 然后去填写任何文字 然后去产生 就像那一个电影 那个海报上面的人 讲了什么话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的创作 其实在纽约相对 其实他算是比较普遍 其实因为很多设计师跟艺术家 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 他可以去MOMA 他可以去大都会里面去展览 对 所以其实整个街道 就像这些创作者 他的画廊一样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样子 所以各式各样的创作 都有可能在街头会出现 您是念设计教设计 然后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作品 那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用艺术用设计的方式 去介入社会 就是不禁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社运 台湾的社会运动 有美学这件事情吗 我其实不敢断人的说没有 因为我看到美学好像是行动剧 或者是歌唱 但是听起来好像 这个展现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种很多样 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它可以有更多 当然其实我觉得在社运里面 就我所看到 就是我看到也不是非常多 但是的确比较属于在偏向 像戏剧行为艺术之类的介入 其实会比较多 可是其实在其他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在视觉上面 或者是在创意上面 然后让这个倡议的议题 能够更有一些 比如说有趣的方式 或者是跟社会对话的方式 让更多社会大众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也对我的 其实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样 我们做设计从来都不是 关在房子里面 自己在做好看 做漂亮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创意 能够让社会大众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样子 不过真的台湾的社运圈 资源都非常非常少 你要花一些心力 在这个美感上面 在这种所谓的美学设计上 我相信对很多的社运的朋友 其实都非常困难 又要维持基本的营运 能够开个记者会 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刚刚我们谈到了美学 也有人对于这个天龙 仿佛提出说 这就是中华民国美学 那你既然要搞设计 既然要让大家看起来 比较有一些震撼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丑丑的方式 来去展现去表达呢 其实用那样的美学形式是故意的 为什么是故意 因为这牵涉到 因为在台湾这几年 一直在强调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往往比较 偏向在某一个类型 比如说比较有点日本风 或者是北欧风 就是简洁利落 然后整个底白白的 然后看起来很干净利落 这样的一个设计形式 但是美这件事情 严格上来讲 我认为它并没有所谓的 普世的一个 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样子 我觉得例子好了 香港的招牌其实是非常混乱 我想大家都知道 如果去过香港的话 印象很深刻 但是有非常浓厚的香港味 是 因为我印象最深是 有一次我去看环太平洋电影 然后因为那个 那个主要的场景 有一部分是在香港 当那个镜头一转到香港的时候 你马上就知道那是香港 就是街头上的那些混乱的招牌 然后那个辨识度就会非常高 其实我自己在国外的经验 在美国经验 其实我觉得 意识到一点就是 如何有自己的特色这件事情 其实是最重要 而不是去福音 或者是follow别人的 所谓的美学的一个观念 那样子 那你自己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这其实 因为这个特色往往我们可以去追溯到历史 我们追溯到文化去产出 那很多时候那个设计的美学 它会跟那个环境有关系 比如说日本的气候 日本的地域环境 或者北欧的气候地域环境等等之类的 然后所以他们人民对于所谓的色彩的喜好 对于设计的喜好等等之类的 跟亚热带国家或热带国家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其实因为我在做特用房屋 本来就是一种反讽的一种 一种某种程度的一个创作 所以我在设计上面 其实这个反讽其实也就变重要 反讽这个现在台湾的一个设计形式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 其实过去几年 就是国际上很流行所谓的新丑风 新丑就是新的丑的 对新的新的丑 新形态的丑 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因为台湾受日本影响还蛮大的 日本前两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 来台湾来去上海去做展览 然后引起还不少的年轻人的追捧 那那个设计师做的就是很典型的新丑风 然后在日本这种非常简洁俐落的环境 因为那个日本设计师其实蛮有名 而且是很有 还蛮有实力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在日本也引起了一些震荡那样子 然后在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不少的年轻设计师 并不是我们所习惯所想象的那种白白的 然后很简 就像那种所谓的文青风的那种视觉那样子 透过反风 透过这些所谓的艺术 然后来去展现出你自己的想法 也要去跟社会对话 我觉得你曾经讲过这句话 让我觉得是非常有感 你曾经说不管是设计艺术都不是目的 对议题的感受而创作 最避免的在于无病呻吟 而是能够真正有效的发声引起关注 这也是你要去办这一次展览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跟彭杨凯来提这个提案的时候 然后我其实有跟他讲说 我很清楚 因为他们只会觉得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 这一个题目那样子 那我就有跟他讲说 其实我只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 因为我希望它其实是一个有效的创意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设计或者是这样的艺术创作里面 能够在社域里面能够产生一个效应出来 而不是让人家觉得它只是一个装饰 其实设计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装饰 对那我希望这个设计其实是能够为 这个议题能够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效应那样子 那第二个以来其实是 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个目的是对于我是一个设计老师的一个立场 因为说我是老师嘛 所以我在面对我的学生的时候 当我在台上讲一些理论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作品 能够去验证我的观点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它不仅是让我们可以去 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艺术 装置艺术去了解这个议题 我相信有些给台湾的社会运动界 有一些不同的刺激 有一些更多的思考 让我们去了解到 其实社会参与社会介入 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包括设计系的学生 就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谢谢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